10這個電子股 裡面的話也是請各位先把那個題目檔先打開來 這個檔 打開來類似像這樣子 裡面的話當然時間 成交 買進賣出 漲跌 張數 這些東西 然後要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最後完成的結果 就是類似像這樣 其實主要就是 要把一些什麼張數有沒有 你會發現在張數除了有數字之外 裡面呢還會有填一些顏色上去 那這個填顏色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看那個 其實你看數字 或者是說看文字 有的時候還要判斷 腦筋還要再稍微做一個 可能要判斷它的多寡 可是如果你看圖 你會發現 一目了然 哪個多哪個少 你會馬上知道說 你其實可以不用看數字 你可以看個大概 所以一般人還是比較喜歡看圖 可以看圖看文 再來看文 那再來的話就是去跟那個著收 著收盤 昨天的那個收盤 與成交的比較 看是漲還是跌 你會看這邊有個圖 一目了然 然後成交與最高最低 成交跟最高最低的一些圖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後要做出來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總共會有幾個需求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要怎樣 把那個順序做調整 調整欄位的順序 也就是說本來的順序 你把它按照這個上面的順序去調 可能最左到股票代號 時間著收等等的 那也許原來順序不是這樣 那請你學會一招就減下 把整欄選取之後的話 再搬移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的位置 基本上這邊的話 有幾個地方可以再調一下 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那個股票代號 時間著收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開盤成交 所以這兩個怎麼樣 要搬到哪裡呢 搬到那個開盤時間的後面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你再把它貼到那個地方去 OK 這裡我跟你講各位可以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這個就是換它的位置 你可以用剪下的方法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有底下什麼呢 增加兩個欄位 它要增加L欄 增加這一欄 然後欄寬設定 剛剛有裂高 這裡的話呢 會有個欄寬 另外呢 設定自動換列 那什麼叫自動換列呢 所謂的自動換列就是說呢 因為你這個 這個輸入文字之後 你會發現 假如你沒有自動換列的話 按右鍵 出現格式裡面有個機關 對齊方式 預設這個是沒打勾的 如果沒打勾 你會發現 藍的 如果你的字比較多的話 它會跑到最右邊 那這個地方當然 如果你會的話 當然 Eseo 只要你上完這個課 你就知道 有個自動換列 它就會自動折行了 有沒有 OK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發現還是有同學不會 不會怎麼辦呢 它在那邊慢慢喬 那不對 那如果老闆說 你這太寬了 可不可以再喬回來 那喬回來就露線了 就沒辦法 對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自動換列 就這麼簡單 OK一個功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設定什麼呢 設定一些 相關的走勢圖 還有加一加上 成交與最高比較 然後利用這邊 它有些相關說明設定 然後章數的部分的話呢 再設定一些圖 然後另外再設定框線 這一題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它大概就是一 先幫我把什麼的 這個擠欄有沒有 把它移到前面 第二個做這個 再做底下的圖 再做這個 做底下的圖 在章數裡面呢 做底下這個效果 就是這一題我們要的 那請各位 先找找看 功能找得到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我待會的話 還會再做個說明 先試一下看看 其實你做完之後 將來你要輸出一個 類似那個 如果你在證券金融 的相關產業 這個是必要 你一定要學會的 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的話 那當然你問題就很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細節部分 看一下 當然 根據這個圖 裡面要做的動作 當然第一個 你就是把什麼 著收開盤最高最低 其實就是四欄 剪下來 那選的話記得 點上面這邊 你就 點那個 哪一欄的 有個黑色的箭頭向下 按右鍵剪下就可以了 剪下之後的話 它移到成交的前面 所以請你選C欄 按右鍵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有個什麼呢 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 後面這四欄 這後面這四欄 直接搬到哪裡呢 搬到成交的前面 記得用這一個 不然的話呢 它會把 如果你是用直接貼上 它會把它蓋掉 所以你記得 一定要用這一個 然後選C欄 按右鍵 一樣呢 這個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你會發現它成交跑到這邊來 後面四欄跑到前面了 OK 不然的話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就可能要怎麼樣 在這邊先插入四欄 插入四欄 然後再把它搬過去吧 OK 不過我覺得比較麻煩 直接用什麼呢 先剪下 然後再插入到成交這一欄 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先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再做什麼呢 它說第二個 新增L欄 L欄的名稱叫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那所以呢 我把這個L欄 我們來看一下 L欄在這裡 裡面的話呢 藍位名稱 那因為比較長 所以我先把它打在這裡 這邊的話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把它直接輸入到 當然你可以直接點兩下輸入到這 或者是直接輸入到上面這邊也可以啦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欄寬 要是15 而且要自動換列 欄寬15呢 請你選L欄 按右鍵喔 右鍵之後會有個欄寬 剛剛是 右鍵有個列高 因為你是選列 如果你是選欄的話 它會是欄寬 欄寬的話呢 它要我們設定 它的欄寬是15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15就可以了 再來呢 它的那個自動換列 按滑鼠右鍵 游標放L1上 按右鍵喔 儲存格格式 記得喔 把數值切到對齊方式自動換列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子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那個字喔 根據欄寬自動換列 所以如果你現在假設這樣折行裡面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它也是會去折行啦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來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比較多的話 記得喔 用那個合併 按右鍵喔 儲存格式裡面的自動換列 確定就可以了喔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的那個剛剛的部分 那再來它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後面還有就是 要做根據什麼呢 著收 開盤 成交 做一個折線圖 所以呢 這邊的話特別是著收 開盤成交 所以你記得喔 要根據什麼 著收 在這裡 這三個 開盤 再成交 這個 按坎插件 這三個先選起來 然後呢 或者直接 有不要先放這裡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要做什麼 它要做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圖呢 這邊有一個叫做 走勢圖 樣式 這邊還有一個相關樣式喔 那這邊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從哪邊呢 因為剛剛同學應該有找一下 你可以從那個 在插入裡面的話 有一個 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折線圖 這個地方折線圖 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第一個它會問你說 欸 資料範圍在哪裡 那因為 題目一樣 我們著收開盤跟成交 所以請你把著收開盤 再按下Ctrl鍵 有沒有 著收開盤成交 著收 開盤成交 OK 然後顯示是折線圖 所以記得一定要選的是折線圖 放在這裡按確定 OK 參照的範圍 是位置 著收開盤 成交 所以喔這邊的話 成交應該在前面喔 應該放在的是著收開盤 放這個前面喔 OK 好 所以應該是連續的 然後呢一樣喔 折線圖 好吧 水連貫 連續的 然後放這邊 那再來的話呢 他要我們把那個裡面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是 這邊是標記要打勾 另外呢 走勢圖樣是要彩色1 彩色1的話在哪裡 記得標記先打勾好了 標記 有標記跟沒標記有什麼差別呢 你會發現 多了一個點 OK 所以標記其實就點 再來的話 彩色 它這邊有個樣是什麼 彩色 這個頸其實Lumber Lumber 1 第一個 所以呢 你就點選旁邊這邊有樣式有沒有 那彩色是哪一個 當然喔 你可以看哪一個 顏色最 最鮮豔的 那就是它了 OK 看起來應該這個 所以喔 就是 向下 Lumber 1 就第一個 所以這個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樣式呢 全部套用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點兩下 因為我記得它好像沒辦法 快點兩下 它一定要什麼 向下填滿 向下拉就得拉到這邊來 放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完了 著收開盤與成交 所以位置可能再自己再調一下 根據那個題目裡面要的 那 接下來的話 後面還有 就是成交最高最低的比較 其實方法跟剛剛蠻像的 最後是髒素的顏色 這怎麼做待會再來看 我把這邊講 再來成交最高最低 顧名思義嘛 只是說 有不要放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 這個地方是要直條 直條圖的範圍就是成交 所以成交在這裡 最高最低 這三個 然後按確定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這樣的圖 然後題目要我們什麼 第一點打勾就可以了 所謂的第一點就是說 只有針對第一個成交的部分 去做比較特殊的顯示 所以你發現打勾之後 低一點比較特殊 但其他什麼 高點啦 有沒有 低點啦 其實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雖然它沒講到 但至少你要知道說 有這個功能 另外樣式的話呢 它要什麼樣式呢 題目要的樣式是什麼呢 它這個 也是一樣 彩色 Lumber 1 所以其實位置都一樣 也就是你直接點這邊 剛剛位置在這裡 所以你就找一下 同樣的位置有沒有 在這裡有 走勢圖 樣式 Lumber 1 點下去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的話就完成了 OK 放開 再來的話呢 針對張數 它要做什麼呢 把那個張數做 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長條狀的那個樣式 有沒有它這邊 而且它還有提示喔 資料橫條裡面的什麼 漸層填滿 它要是橘色的資料橫條 所以呢 一請你把張數 向下選取 向下選取怎麼選比較快呢 那你可以 先把游標放K2 再移到最後面按SHIFT鍵 這樣選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會是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這樣會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要捲啊 如果資料多的話 你要捲很久的時候要過頭 但是Ctrl Shift向下 它整個就選起來了 那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把範圍選取 第二個做資料橫條 橫條裡面呢 它要什麼 漸層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漸層填滿 裡面找到橘色的 應該是這一個 欸橘色資料 那就這一個 點下去就OK了 好 那當然其他啦 我是建議啦 以後如果你會有 資料 尤其是數字多寡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功能還蠻 蠻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喔 你根本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馬上底下就會有一個長短 讓人家一目瞭然 不然的話資料量多的時候呢 讓老闆看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現在怎麼樣讓那個 或者客戶看 一看欸 你這蠻清楚的欸 多更寡 一下子馬上一目瞭然 那不過這個功能喔 是在可能以Sale 如果在你早期 2007以前的版本 是沒有的 這個功能都是新的 所以有的時候 像現在有些公司 用的比較新 2013還有更新的功能 可以讓你的資料 或者報表呢 更加醒目喔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什麼呢 我們最後好像還有兩題 再來的話呢 設定什麼呢 第一列喔 特別是A1到M1 做什麼 白色跟它的字要是白色的 底色要是藍色的 所以呢 我們先把列高調成35 列高怎麼調35 有不要放 第一列選舉 按右鍵一樣列高 輸入35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A1一直選 選到M1 然後呢 它要什麼呢 它要的是 字是白色的 所以是白色這一個 不過白色背景是這個 底色的話呢 把它改成藍色 藍色的 藍色是這個 OK 優標放上去喔 其實它也會顯示藍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喔 A1到M65 就是整個範圍裡面 內框線是最細的 外框線是次出的 那這個方法跟剛剛一樣 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 向右選 向下 向下選 整個選完之後的話 再到框線裡面 其他框線 內框線嘛 所以先選最細的 這個 點一下內線 那次出框線是外框 所以點一下次出 點錯 應該點這個 次出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按確定 那當然你這樣看 不是很明顯的話 建議你直接 到列印裡面看一下 它印出來 大概這樣 不過基本上喔 如果像這樣印 後面還有的 印不下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調整 在哪邊調整 這邊方向你可以改成橫的吧 有沒有 橫的就印了 如果你要置中啊 或者什麼的 其實這邊還有 在版面配置裡面吧 也許你可以在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 爆表的話 一般還會在 這個地方去做什麼 比如改橫印 如果印不下 你可以調整成一列 調整成本來是100% 你可以預覽列印看一下 像這樣有沒有 它旁邊會空一堆空間怎麼辦呢 你可以怎麼樣 在到版面配置裡面 把它調成一張 按確定 你可以看一下 橫向 不過好像太窄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再去做一個說法 比如說你這邊 百分之 假設剛剛100的話 你可以再調120%等等 讓它列印的時候 可以寬一點 或者是說你 最後如果假如要把它置中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在這邊 選擇什麼呢 邊界 夜首 夜尾 這些可以再做調整 可以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